继续来关心帽子歌后凤飞飞过世 台湾陷入了一片低气压 今天四大爆的头版亲吻 全部都在挨到凤飞飞 不少忠实的歌迷还赶到了 凤飞飞安放的灵虎塔前 哭着要跟偶像道别 倒地崩溃痛哭 歌迷吊咽凤飞飞 情绪溃提 你不要吐 这位歌迷哭到眼睛发肿 只好戴上墨镜 久久不能自己 这些滋生凤鸣 一早就赶来桃园大溪 跟偶像道别 我说他没有遵守我的约定 他要跟我们共度白手 结果他没有 跟我们共度白手 他自己就走了 我们希望他一路好走 昨天哭了一个晚上 真的 一直看电视眼泪就一直掉 悲伤的何尝只有歌迷 翻开台湾四大报 头版头条全都是凤飞飞的死讯 打开电视 各大新闻台 同步哀悼这一位帽子歌后 凤飞飞有多受台湾人民爱戴 尽在不言中 不管在学业 在事业上 在有空闲的时候 常常是跟着他的歌 一起在过去 所以对于他这个过世的消息 当然很突然 包括行政院长陈冲 台湾领导人马英九 对凤飞飞并是同表哀悼 甚至打算颁发包养令 感谢他用温暖的歌声 陪伴台湾人民度过美好岁月 诚如歌词所描述 凤飞飞是歌迷心中 永远不死的爱人 一代巨星就此陨落 但歌后的天类美声 却永存台湾人民的记忆中 澳雅日前见好 朱少龙台北报道